大家好 今天我去了惠州南昆山雲鼎溫泉 酒店安排了別出心裁的太公分豬肉活動 38度高溫浸溫泉是一種什麼感受 還有好可愛的免費餘料 五星級酒店海鮮自助餐 麵包蟹、龍蝦沙律、小龍蝦 還會夜探玻璃橋、情人橋晚步 好,立刻看片 記得訂閱及按讚 有新片時就會立刻收到通知 首先,我們9點半在深圳福田口岸集合 另一集合點深圳灣口岸是8點9 為了睡晚一點 還有另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我就選了福田口岸上車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原因這麼特別 可以看回我上一條片 深圳一日遊EP01 福田口岸的停車位問題真的好大 每次集合完還要拖著行李 行15分鐘才到停巴士的地方 希望當地政府可以早點改下規劃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終於出發啦 一起搭上今次溫泉之旅 旅遊巴走了一個小時左右 就在東莞的黃曆服務區休息一下 這裡有便利店、餐廳 方便旅客休息 補給一下食物 貨物的價錢合理 比起香港更加是超便宜 我就買了些零食 上車過一下口人 好啦 吃飽飽就繼續我們的旅程啦 搭多個半小時的車程 就到達酒店啦 酒店大堂明亮闊落 還放了人力車造裝飾 酒店外面有兩個火車頭 可以被人拍照打卡 都頗特別 不過因為太曬 我們都不想走出去 酒店的大堂外觀 真是好有特色 那些木凳仔都好有藝術的 可以坐上去當千秋 車輪裝飾沒有那麼沉滿 還有一個超大的威士忌酒桶 都頗獨特 酒店餐廳 想月食府 門口一對金色大將 令人錯覺去了泰國 威士忌酒店 看來老闆是愛酒之人 午餐的時候 我們在酒店的想月食府 吃了一頓胡鬚雞燕 十頓一湯 一圍十二人 團友說條魚很滑 好好味 但我怕魚骨多 一口都沒試過 還點菜式 胡鬚雞 沒有上次的清遠雞好吃 不過圍餐的氣氛好好啊 團員們還特意給我手機吃先 大家都好開心好友善 吃完飯拿到房卡 我們就馬上回房間 房間有私人溫泉池 露台看出去沒有什麼特別景觀 房間內有咖啡、茶包 一帶兩勢礦泉水 另外還有四罐汽水 水的供應非常充足 第一次見酒店肉袍是用漢服 浸溫泉補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 先洗一洗個池 一會就可以浸 說這麼快就沖了個涼 立刻在房間浸一下 想去溫泉區 就要由大堂來這個充滿色彩的酒廊 酒廊的盡頭通向玻璃橋 熊仔都說要去浸一下溫泉 酒店房去溫泉區有一條必經之路 就是玻璃橋 穿了漢服 女士們完全不用擔心 在上面走會有走光的風險 日頭走玻璃橋上沒有什麼特別 但晚上走就有點刺激 過了玻璃橋 就會見到這條長走廊 裡面有很多懷舊的擺設 大勤威士忌 中國單一麥牙威士忌 走廊的盡頭就是溫泉區及休息室 Fahrenheit 然後遊說我見到五十次位 天天 слов 回頭 adoles 找不到 嘩 這麼快就來到溫泉區 渡街村有五十幾個不同風格的温泉池 渡街村有五十幾個不同風格的温泉池 渡街村橋有五十幾個不同風格的温泉池 渡街村有五十多個 但我數量還沒有想ään 看看,藥池就是靠这些藥包跑出来的 完楼梯上去,就可以去到半山温泉区 深深上印池及冰火泡泡池,两个池相互一半 冰火泡泡池,其中一边池定时定后放入冰块及泡泡 看看真是现场制兵,之后会放入池中 这个是半山中药池 云顶彩虹桥是另一条通向半山温泉区的路 桥边种了好几棵大树菠萝,掌门果实 看看,小桥流水,充满思情画意 这个是按摩时,累的时候离按一下,即刻轻松了 古井,只可远观而不可涉玩烟 今天天气真是热,38度高温浸温泉 真是有经历,满清十大酷刑的感觉 最终我们都是在温泉区内拍照为主 看下温泉区景色,希望眼睛可以吃下雪糕算了 整个温泉区的水都是高温温泉水,连泳池水都不例外 除了冰池,都被我们找到另一个冻水池,就是温尿池 再嫌嫌夏日,是那里浸脚的感觉真是一流享受啊 冰凉透深,又有鱼而稀水陪伴 预料池旁边,就是泳池,全部都是温泉水 温泉区内,还有专为移动设计的汽水池 拥有大型水上游乐哲师马亚迅 是小朋友们的温泉康观乐园 无边制温泉池,打卡一流 除了温泉,这里还有很多康乐设施可以玩 乒乓球,足球机,桌球,健身室 不过我们只是尝试几样无一一拍摄 很少见健身室全部橙色器械 酒店的自助晚餐供应时间 是由5点半到8点半 哇,这么快就到了吃自助晚餐的时候啦 今天吃完一轮又一轮,真是不肥都不行啦 自助餐种类丰富,食物品种包罗万有 无论是龙虾沙律,小龙虾,面包蟹,鲜背,生蠔,牛扒,甚至乎是串销甜品都有 我自己就最喜欢吃烧蟹即烧即食,真是好正 吃自助餐当然要喝下东西啦 无论是奶茶、咖啡,雪糕,雪条全部都任官选择 在餐厅正中间,还有一位师傅站在帮你即场斩料 鸡,我任叫任吃,喜欢吃宵美的朋友不妨去试下 吃到一半,突然响起林子祥的男儿当志强 只见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抬着只羽猪走进来 又有舞师又有鼓岳声,全场气氛即刻炒热了 正所谓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所以我们都分到一小碟乳猪 原来传统师头主要分黄、红、黑三色,代表不同的意义 黄色代表留比,黄念百衰,老后有三个金钱,代表智、人、勇俱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施转切猪的声音,就知道这只鱼猪烧得很脆 那些鱼猪真是几好味 香脆可口,入口即溶 只是会用一个字来表达,正 晚餐过后,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酒店的夜色 相关施司之前已经一一解说过 现在我就给大家静静地欣赏一下 我忘了的是热城尔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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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昨晚真的睡得很舒服 今早起床擦完牙洗完臉 我們又準備去享用酒店的自助早餐 終於可以體會到做豬是甚麼感受 就是吃完又睡,睡完又吃 生活原來可以禁逍捨義 我強烈相信酒店找義師兄來分豬肉 是有邪惡的意圖 就是要將所有客人變成義師兄 以後他就有大量豬力資源供應 當供過於求,酒店就可以請到大量的廉價義師兄 以便大幅降低豬力成本 我是不是很有偵探頭腦呢? 今天早餐有各式各樣的西式麵包 蛋糕及中式點濕 還有豐富的菜和水果 一起看看有甚麼吃 蓮蓉包、奶黃包 七彩任麥包、咖啡包、叉燒包、蛋撻 西式麵包、巧克力蛋糕、炒豬肉腸粉、胡椒浸尾杯 韭菜豬紅、美式煙肉片、蒸番薯、合雞蛋、鹽焗甘春蛋、香煎香腸、上湯時梳、油炸鬼 炸薯餅、咖喱角還有各式腸粉、粥粉 我都不知哪樣好味哪樣差 總之將所有東西倒下肚 真是好像豬八戒吃人生果 全不知之味 吃得好飽 成功將自己養成一隻豬 第二日中午又是酒店吃遺餐 十二點才是酒店check out 現在看看第二餐遺餐有甚麼食 好像沒甚麼變化 吃遺餐都是差不多 不要要求太高 離開酒店前 趁還有時間逛下大堂的土特產店 我就買不下手 有米的人當然可以不看價錢 盡情購物 回城的路上 導遊帶我們去了深圳的前海桂灣網紅絲營橋 不過天氣真是太熱 烈日當空 完全沒有逛街的心情 雖然旅行社安排了這個景點 但導遊不會變通 大家都走得好辛苦 好了 兩日一夜的溫泉之旅 終於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些詳情 可以留言問一下 只要是我知道的 必定會告知 您們看見 我能夠不淺 您也是 舍出 往也走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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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